那我在台北工作 然後每個禮拜 就會下去帶奶粉 帶錢過去給我外婆 可是有一天 那時候小孩子才會 才只有四個月左右而已 然後門就不打開 也不讓我看小孩 我在外面怎麼哭都沒有用 我外婆就藏起來 就不讓我看小孩 我就失去小孩 為什麼要藏起來 我就在台中的那個 我外婆家住的那個門外 一直哭 敲門什麼 他們都不開 因為那是有一個院子的 所以連鄰居也都有來看 那為什麼要把小孩藏起來 後來我媽他們之後講是說 就是都是以前年代的關係 哪有像那麼丟臉的 沒結婚 生一個小孩 還帶朋友來看 你不會覺得賢小 就會覺得是 家醜不要外野 會覺得是這個樣子 可是那時候我就會很高興 因為我有個小孩 所以我都會帶好朋友 就是跟我一起下去台中看小孩 就有一天他們就突然就 就不再讓我看 就把小孩子藏起來 然後就告訴我說 你要不就結婚 因為女人結了婚以後 就父母親就是管不著了 就不管了 要不然你就是跟所有的家族 全部斷絕往來 就給我這麼沉重的兩條路 我先走了 那就行了 我先走了